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巴 我們這個單元會在Google搜尋A關鍵字 然後期望可以找到B關鍵字的結果 找到同時我們影片就結束 那我們今天要搜尋的關鍵字叫做油飯 那我們期望可以找到 種子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梗的來源自然就是今年 我記得這個形容我是今年才看到的啦 我不知道去年有沒有大家一直在說 北部種呢就是3D煉翼油飯 那我覺得這個形容也是蠻可愛的啦 然後關於北部種跟南部種之爭我是沒有什麼參加到因為 因為我住在北部嘛然後 但是我媽他是南部人所以其實 兩種我們都吃過然後我也沒有特別喜歡哪一種或特別討厭哪一種 真的要說討厭什麼的話其實我討厭的是 肉粽裡面放的香菇 其實香菇 不一定要放在肉粽裡面就放在其他食材裡面 我也很不喜歡 我不曉得對於我來講 香菇就有點像是 香菜一樣的存在我知道很多人喜歡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 接受那個味道所以如果在 肉粽裡面出現香菇的話基本上我都要一一的把它挑出來 包含我們今天正在搜尋的油飯 我超愛油飯的那個味道的 可是問題是 油飯裡面的香菇我真的是不能 不能忍 你知道我吃個油飯有多辛苦嗎我要很努力的一直把 香菇挑出來 當然我在想是不是市面上也有可能買得到就是沒有 沒有 那個香菇的油飯但是 我這就不曉得了如果大家有什麼推薦的品牌可以告訴我 我是蠻喜歡油飯的但是我 真的不喜歡裡面的香菇 好那話題回到 粽子 其實關於今年的端午節的企劃我原本想要做的是譬如說從台北啊 一路搭火車 下去那個 那個 高雄然後看到也到哪個地方開始 會賣南部粽這樣子 但其實想一想這樣不對 因為其實現在每個地方都同時買得到南部粽跟北部粽了就是 所謂的南北部粽之爭現在 我會不會再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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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